前几天有话有咨询问这种大盆的发材树在换盆的时候应该使用什么土 那么我们知道小盆发材树用的是这种营养土 那么大盆发材树可不可以用呢 这就要看小发材树和大发材树之间的区别了 首先呢小发材树比较低矮 我们只需要栽种好 那么它基本是不容易倒幅的 而大发材树则容易头重脚轻 营养土又十分松了 如果用来栽种大发材树的话 根本固定不住 稍微瘦点外裂就容易倒幅 其次小发材树基本都是活力很旺的毛细根 而这些营养土的透气性非常强 特别利于这种虚根的生长 而大盆发材树的根系大都已经木质化了 非常耐旱 它们圆盆都是南方的红土 这种红土偏酸性而且透气透水 对这种大发材树也有很好的固定能力 但是呢北方花友如果在给发材树换盆的时候 没有这种红土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四份干净的核砂加三份辅液土 再加三份原土来混合配置盆土 用一个矮胖的花盆给它上盆 浮盆之后大约40天左右浇一次透水就好了 关注老刘养花不愁 觉得有用点个赞 大家一起学养花